台铁泰鲁隔号列车 二号发生严重脱轨事件 造成50人罹难 200人轻重伤 灾难现场宛如人见炼狱 不过意外发生当下 却也有许多温暖故事 负责事故伤患病房区的 医师陈冠彬分享 当时第八车厢一名男性伤患 不顾自己身负重伤 仍强忍疼痛协助救人 他是本身自己受伤 然后脑部也有出血 手也没有力气 但是他当时为了要救 这一个车厢里面的人 他把窗户踢破 然后把车厢里面的人 拉出来救出来 他说还有很多 同样忍痛救人的伤患 也让他在这次事故中 看见人性光明面 其实他都是强忍着骨折 内出血的这些伤痛 在救其他的乘客 因为很多压在椅子底下 他起不来他也得起来 因为不救他可能就救不了 意外发生后不止身体的伤痛 有许多乘客更面临巨大的心灵创伤 甚至只要有些声响 就会让他们想起事故场景 因此情绪失控 崩溃大哭 医护人员也细心用不同方式 抚慰伤患受创的心灵 边哭边跟我讲说 他觉得他非常害怕 因为他当下世界上 他身上压了一个人 为了要给他安抚 所以我就握起他的手 那我发现他手就握了一个东西 师姐就是在旁边说 这不是我昨天给你的平安吗 那那个病人就回答说 对就是因为有这平安 让我觉得我的心很安 他说他会带着我们的平安跟祝福 就是会好好地走下去 剧院中心特别报道 剧院中心特别报道